開始就是 我們現在要排後牙 那排後牙的這個 後面四顆大牙的原則就是 前面的全池這個點 跟後面的 第一小舊石第二小舊石 跟第一大舊石要連成一線 原則上是這樣 很容易但是不容易做得到 說得容易不容易做得到 可是你如果達到這個原則的時候 它是給你一個參考的依據 你上面的平面 平面要照著 Curve of Speed走 就史必斯曲線 然後為什麼要照著史必斯曲線 它是一個慢慢往上滑的 慢慢提升的一個曲線 那你都排好之後 下面對照上二排的時候 到時候你在做側方運動的時候 它可以讓你避免掉很多干擾 所以一副好牙就是 前面是美觀 後面是穩定的咬合 跟平衡的咬合 這樣咀嚼出來才有效率 以後你們就不會那麼害怕 做群口夾跟部分的活動夾牙 因為如果你知道排列的方式 那麼病人戴在口裡面 它就會減少很多黏膜 軟組織的壓力跟痛 所以你知道問題在哪裡 你就敢做 你就知道要修哪裡 那這個就是今天 同學要學習排牙的一個過程 對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排 後面的這條ridge線 就是我們這個central groove的線 那從全池的遠端一直到這邊來 希望同學都照著這個線來走 就是這個central groove 好 我先排第一顆 也是一樣原則就是先挖一顆的蠟 把它挖掉 我發現同學今天挖蠟的時候 就是沒有整個前夾側側都挖掉 所以多的那些蠟要去除了 柳澤好像也沒什麼用 那如果你牙齒放不上去的時候 就要先修那個基底板 就是要修 不用客氣就修 還要說切記喔 上額跟下額不要拿翻 上面這邊有寫up 然後第一小就指跟第二小就指 也不要弄翻 看我現在放上去 這個中間對著central groove 然後我們要看看平面 平面能不能夠 能不能夠 很順利的 放上去 你看你放上去 你發現它的磁頸布是突出來了 這邊突出來了 所以我們要修 它才能夠進去 它才能夠進去 我們要修的時候 一定要把蠟刮乾淨 不然那個蠟會殘留在二上面 就會磨不動 我通常一磨就磨很多 因為我不想要這樣子 又磨又排牙 會浪費很多時間 我就把它磨到最薄的狀態 就把它磨到最薄的狀態 它頭部在這裡 那就是這樣把它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修Recoating Base之後 牙齒就可以順利的放進去 比較理想的位置 不會磁頸布 塗塗的這裡 這裡不會塗塗的 這裡要貼著Ridge 這裡 然後我們也在平面上 OK 那我們呢 不用放太多蠟固定起來 等一下有的調了 因為這種牙齒的形狀 不是那麼的百分之百跟理想 我們要變成一個連線 然後都不要磨 那個真的很難 我們只能找一個Compromise 加一點點蠟就好了 等一下還會再調 同學加一點點蠟跟加一坨的蠟 它的那個熱膨脹跟收縮率是不一樣 所以 原則上是慢慢加就好 主要是我們到底要調整 你看喔 我們先大概比較一下這樣 這兩個有沒有連成一線 有嗎 有嗎 有喔 那我們再來排第二顆 第二顆一樣 刮掉蠟 我看這是誰做的 做這麼厚 Ridge Ridge上面recording base不用做那麼厚 好不好 再修了 修 當然你們用Tray Racing做更難修 因為完全沒有透明度 你也不知道修穿了沒有 就用大把它堵起來 好我們要放上來看喔 有沒有在平面上 它有沒有突出來 一點點 但是它至少是 我轉過來讓你拍 我轉過來讓你拍 這樣 只要它的原則 它的牙齒的long essence 不要偏離 不要導向這邊 不要導向近心 我們的 有個觀念喔 就是想型態喔 第一小舊齒的long essence 是偏向近心的 真的很特別 第二小舊齒才是偏向遠心 然後問大家一個問題 第一小舊齒比較大 還是第二小舊齒比較大 我現在問的是上二 第一小舊齒 對 好一百分 你們一接考完了吧 還沒得加油 還沒得加油 我們會一起幫你集氣 没关系啊 我儿子第一阶烤了五次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因为我们要四颗连成一个线 所以这边就可以做一个调整 现在有连起来了 有看到吗连起来了 三颗有连成一个线 然后我们来看看平面有没有 跑掉又跑掉 所以我压回去再压压看 它又跑掉了 所以呢 我再往里面推一点 这个过程就是一直会反复 好那个 我现在 我们现在放上来看 它这个位置是对的 所以我也不用再推进去了 那我把圈子推出来 让它有没有点成一线 这个牌甲真的快要疯掉了 要被咖啡跟巧克力 它一直要一个线 然后它又动来动去的 我都会这样了 那个我决定要把这个瓷颈磨短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它的干扰可能是在瓷颈 它会移动来移动去 我不希望你们连价发风 所以感进度 我不希望你们连价发风 所以感进度 我把磁井磨掉一點點磨短一點點看他不會那麼不聽話 真的 所以就下下禮拜再探訣 就下下禮拜再來 1918 所以直接磁井磨其男人 不然就是南 rooted 可是這樣還是偏大 那這個應該都想做一副全靠夾牙 像自己的科技很貴 這個都放不下 都要修 修一下 剪刀 因為他怕變形 這邊我就不修了 我就直接修牙齒 反正放不下去 欸那個第一大舊尺啊 離平面要距離多少? 是Lingo Casper對不對? Micheo Lingo Casper 0.5 那那個Distal Casper呢? Lingo Casper Micheo應該是在一起 Micheo是碰到平面 然後那個Micheo Lingo Casper有沒有提高? 沒有 所以應該是Lingo Distal Casper是往上0.5 對嗎? 對對 好 這樣0.5 正面0.5 離平面0.5 然後從側面看它是順著克服的 我們等一下再來調那個連線好了 不然一直糾結在那裡也不是辦法 先排最後一顆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Sancho Groove一定要對著你畫的那條線 不要排太外面了 如果前面有給我看過的都不會差太多了 好了 那個Second Mora的Lingo Casper Micheo Lingo Casper要上去多少? Micheo是1 Micheo是1 8個Micheo是1 8個Micheo是1 那Lingo呢? 1 我們都講8個而已 8個都1 然後1.5 對嗎? 然後那個阿鼎教官他還要求說 這個Marginal Ridge每一個都要等級 等高 這叫Marginal Ridge 好 我們看平面有沒有 就上去一點點用手 手也是一個工具 往上這樣 就是慢慢這個克服上去 你們現在不知道這樣的意義是什麼 只要10倍就好 它最後在你做平衡的時候就會呈現出來 好 這樣 好 我先固定起來 阿? 肌肉 沒有 肌肉 沒有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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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還有右腳姿勢 兩個 好幸福哦 我們老師一直換 出去都是我老師 你們班很乖啊 老師一直換 老師都不用擔心吧 不用擔心 我們一畢業就有六個老師 哈哈哈 可以去臨床好好照顧你們 不同的嗎 一個是佩瑞一個是Andor 還有誰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OA的嗎 中醫 中醫 他是第一個老師嗎 對 他口病人 誰是口病人 就是因為他 這邊 其實現在線心耶 線心是 好 那個同學 來 同學 我現在已經都把它排好 然後固定好 先決定了平面 我們現在決定那個四顆的連線 好 基本上蛇策 要四顆也要有個連線 好 所以我們 我突然有個靈機移動 我們先來把這四顆連在一起好了 不要去管外面 先管裡面 然後再管外面 我再把板子放在這時候 我再推全直 就是因為蠟還軟軟的可以這樣推 好 不要等到你們加太多蠟硬了 那就推不了 四顆 一二三四連在一起 然後這兩顆要連在一起 我的蠟都還軟軟的 很好推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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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齁 好 固定起來這樣就好了 去 努力加油 趕快趁 好 我固定起來讓你拍 好 那個 快點喔 四點四十以前 都還有機會 為了要讓你們好的連架 你看這樣子在平面 對不起 這個太高了 翹太高了 我剛剛動到了 要再調上 因為你動到那邊 那邊一定會跟著動 所以還是要調一下 怎麼那麼飛速老師 可是還是動到了 我現在要偷偷的調一下 這跟耍骨一樣 這樣 這樣 好不好 然後我們再來對一下這個連線 四顆連線 別人看不到我們還是要要求 好嗎 雖然同學走了 對還在錄 好 沒關係 我說了每句話都可以驗證 好 四顆 嗯 好 老師也是會犯錯了 OK 好 去加油 好 謝謝老師